Are you listening? 大家好,我是国际通商学部的在读大四学生,苏明慧 我本身自己是住在学校的宿舍 其实我觉得学校宿舍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有两人寝和四人寝 两人寝是我个人觉得宿舍的设施比较完好 因为它是新建不久的 它有健身房,有公共厨房,或者是洗衣房 还有便利店 设施也是比较完善 所以我觉得两人寝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相对于来说四人间是可能房子没有二人间那么新 但是相对于来说 喜欢热闹的同学可以选择四人寝吧 相对于来说比较自由 对 我本身自己是没有在外面租房的经历 但是身边的朋友有很多 比如说他们会在网上下载一些租房的软件 然后去找合适的房源 或者是在外面的不动产去找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房子 也有的是通过认识的其他中国朋友去找一些合适的房源 我觉得个人相对于来说 我觉得应该选择离学校近一些的房子 这样的话上学也好 生活也好比较方便 我在学校的宿舍见过职 做的工作是可以属于是外国学生的住教 然后我也在比如说学校以外 我在餐厅打过工 然后也在冰淇淋店打过工 然后我觉得留学生 作为留学生来说 打工经历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吧 可以这么说 可以在丰富业余生活 然后也可以体验各种不一样的生活 然后同时也可以赚一些零花钱 然后给自己的添置一些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韩国是一个很便利的国家吧 对比如说整个大环境是比较好的 然后社会的治安也比较好 天气的话来说 跟中国北方的天气差不多 就是冬暖 冬天 冬天最冷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冷 然后就是四季分明吧 然后交通特别的便利 然后我觉得 就是来到这里的话 就是生活比较便利 对